大家好,我是欧非欧,欢迎收听我的video,如果觉得我说得不错,请点赞,收藏,保存加订阅,您的喜欢是我以后继续做视频的最好动力,诗经大雅文王提出的关于天命的辩证思想,早在夏商时代,中国人即已有至上神的观念,并以天或地明知, 天或地是世界的最高主宰,决定着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们的行动,上书甘露有金语为公行天之法,言下起要奉行天的意志去惩罚有护士,因虚甲骨不辞有,帝齐令语,帝齐令封,王丰义,帝若,诺,等,当时的统治者,都把自己政权的合理根据归结为天的意志, 上书汤世言,有下多罪,天命即之,是说下节残暴无道,天命令汤前去讨伐诸杀,上书康告,天乃大命文王义荣因,但受绝命,岳绝邦绝民,亦,死,在此亦为灭,但,大, 即言天命文王灭因,代替因统治他的国家及其臣民,这种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天的意志的观点是天命观, 较为系统的天命说形成于周,周公但从下伤灭亡的事实中看到, 所谓天的意志不是永恒不变的,天并不是盲目任意地把统治权赐于君主,而是有条件的。 在上书康告中他说,由于周文王明德慎罚,勤劳静谨,有好的政绩,被天知道了,才赐于他统治权欲的权利。 如果君主不能行德政,顺从民意,天就会改变命令,另把权利赐于别人。 因此,他提出唯命不渝长,上书康告,天命迷长。 长,恒久,长网,不变之意,即没有永恒不变的天命。 上书西伯刊里蒋商咒王在其政权崩溃的前夕,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认为天命是不变的。 相比之下周公但天命迷长的理论的提出是一大进步。 在上书召告中,周公但说,为王其极尽得,王其得之用。 齐天永命。 一方面讲天命迷长,另一方面又讲永命。 这二者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 天命变化的根据在于人的行动。 只要统治者推行所谓的德志,是天高兴,就能受天永命。 由此也可以说天命有长,而长的主动权存在于人间。 可以说,周公但已经看到了变与不变的相对关系。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收听。 如果喜欢我的video请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 欢迎留言与指教。 我们下期再见。